Hello 大家好 到了感心动意的时候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诗歌 叫做《心灾心灾耶稣的爱》 《All the Deep Deep Love of Jesus》 这首歌的作者是Samuel Trevor Francis 他的作品是在1875年创作的 他的演绎版本有很多个 特别留意的就是大家熟悉的 粤语版诗歌《青年圣歌》第二冊 第187首就是我们常唱的 《心灾心灾耶稣的爱》 我相信这首诗歌都是很多人喜欢的 特别是他无论在崇拜或是平时的聚会 甚至在桑礼里都很多次被人选用 因为他的节奏、歌词、意境 是令人心里无论在人生里的悲与喜 一些深层的痛苦也好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这首诗歌的故事 究竟是怎样形成 这首诗歌和大家分享之前 我首先想邀请大家 稍微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 想象一下 你自己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伦东的路上 你是一个和你自己的信仰 在斗争的一个青年人 那一个寒冷多雨的夜晚 你很孤单、很孤独 放了工之后 你回家 去懇求上帝去怜悯你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你沿着泰吾士河向前走 来到亨格福德桥那里 你在桥上停了一阵 你看着泰吾士河的黑暗水域 突然间你听到 腦里面有一把声音就说了 结束这一切的痛苦 结束这一切的痛苦 但是你拒绝屈服在这些 黑暗的势力 黑暗的声音里面 你反而要问自己 你还相信主耶稣基督吗? 你还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吗? 原来 这个就是年轻的 Samuel Travis Francis的《真神经历》 这个作品 原来就是在1875年 创作出来的 刚才所讲的故事 就是他个人的真神故事 原来当时 Francis 他是在伦敦的一个商人 一个很年轻的商人 当时他在工作以外 他还很喜欢写诗歌的创作 还有呢 还在公开的地方 很有热诚地做传道的工作 但是那个经历 就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发生 但是感谢主 在那次经历之后 余下的几十年的岁月里面 他仍然从事很多传道的工作 而当你听过或者读过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呢? 我希望你对于里面所讲的水 海药 河流 等等这些短语里面 去回想一下 或者想象一下 究竟Francis 他在伦敦那一刻 那个晚上 究竟他遇到什么事情 以至他曾经有 萌生自杀的意念 对于熟悉这首诗歌的人来说 更加希望大家透过诗歌的背景故事 令你更加深入了解作者当时的心态 也希望你更加从这首的诗歌里面 那种的图画的想象里面 能够将我们带入去上帝的丰富里面 好,那接着呢 我们就撇开我们唱开中文版的诗歌 而是呢 我们投入英文版的诗歌里面 大概将它的内容翻译出来 当然啦 一切以英文版为准 噢,耶稣的心爱 噢,耶稣的心爱 巨大 不能测度 无限自由 滚滚而来 就好像一个强大的海洋 充满在我身上 在我下面 在我周围 都是你爱的潮涌 引领我向前 带领我回家 安躺在你的荣耀上面 噢,耶稣的心爱 将它的赞美 从此岸传到彼岸 它是几禁的爱 永远的爱 永不改变的爱 永不改变 它怎样看着它所亲爱的人 它的死 也都召唤它们 去到属于它自己那里 它怎样能够在它们中间 从宝座去看顾他们 噢,耶稣的心爱 是每一个最爱的 这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海洋 这是一个可以休息的避风港 噢,耶稣的心爱 对我来说 这是天堂 祂将我升到荣耀 因为祂将我升到你那里 刚才就是一个简单的翻译 希望大家可以停一停 暂停的YouTube 然后可以跟着歌词 按着你一向懂这首诗歌的音调 继续去哼唱 继续去思想 但是呢 今天我讲这段的 分享里面的背景 那个诗歌版 就是我最近听到一个很激动我 而且令我更加 体会这首诗歌的一个诗歌版 希望你也尝试在网上去找一下这个版本 而呢 我们再看一看 它里面的歌词 在这个歌词里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其实呢 它有一些阶词 就是在英文文法里面的阶词 是特别吸引大家的 例如 在我下面 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 underleaf me all around me 大家呢 留意得到 这个诗歌里面 譬如有上面 跨越 之前 后面 下面 这些等等 这些片语呢 都是似乎是作者尝试 跟我们沟通 就是透过这些的戒词呢 令我们明白耶稣的爱是多么伟大 就在我们的身边 就在我们的面前 他从来没有利弃过我们 就在我们的附近 而保罗在《以彼所书》里面 他曾经都说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貫乎众人之中 亦都住在众人之内 这个伟大的上帝呢 亦都是拥有一切 但是 他更加拥有 他对我们 对我们 和我们的爱 另一个 短语呢 相信都很吸引大家的 就是 永远的爱 永远不别 而在那个诗歌里面 有一些短语 其实呢 就很回应到 这个《耶利米哀国》三章 22至23节的经文 那里提醒我们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不致断绝 每祖神者都是身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作者所强调的呢 就是一种很深层 疗阔 无法测量 无限 一种自由的爱 弟兄姊妹 如果你现在 或者你曾经落在一个 很大的深渊里面 不能自拔 但愿这首诗歌 重新让你 透过 不是去问为什么 而是你就是浸淫在 这个神的 爱的汪洋底下 你被他怀抱 被他怀底 这个就是 一个很深爱你的神 在当中 不问什么 只是安息 在这个安息感里面 在20世纪70年代 不知道这个组合 大家应不認識 就是Bee Gees Bee Gees 曾经在一首歌曲里面 提出过一个问题 他的歌曲叫做 你的爱有多深 How deep is your love 相信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 曾经都 将这个问题 带到他上帝面前 究竟神对我们的爱有多深 或者在困难的时期 或者悲喜发生之后 你有没有曾经都问过 上帝这些问题呢 但是呢 我相信有一个人 他问的可能比我们更多 这个就是旧约的约伯了 旧约的约伯 告诉我们 上帝是可以处理我们 人生种种勒手的问题 在约伯记这本书里面 头三十多章里面 我们发现 约伯会提出很多问题 朋友也提出无限的问题 我们发现 朋友质疑约伯在他生命里面 种种的罪 又或者 他也都问过 为什么他的细约伯 是不是无辜地被杀害呢 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 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说 你死了就好过了 为什么要生在世上呢 说面对这种痛苦的约伯 上帝终于 在第38章开始 至到41章 就开始和约伯去说话 约伯记 我相信都是大家觉得很难看的一卷书卷 但有没有想过 在38章到41章 亦都是在整卷的书卷里面 或者整本圣经里面 上帝说得最多 所以大家值得花时间 就算你不看前面的章节 我鼓励大家 由38章到42章 相信对你人生很多的困惑里面 可能有另一番的体会 而上帝问约伯那些很多的事情里面 约伯终于在42章 2至3节5至6节 他就回答上帝了 他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难助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隐藏 我所说的 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我从前风鸣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奴灰中 吴灰 让我们读到约伯故事的结尾 更加重要 圣经告诉你 上帝对约伯的祝福 比他之前想失去的更多 当然可能大家就会说 前面失去的什么都可以 但他的子女都是很宝贵的 后面就算补偿了多少 能够抵偿回去之前的损失 我相信你自己都可以直接问上帝 这个问题 我没办法带上帝去答你 但是我们在做物主的面前 究竟我们是谁 我们有需要知道 在约伯伯的尾声那里 上帝没有告诉他很多问题 也没有告诉他 究竟他跟撒旦的谈话 究竟结果是怎样 上帝也没有回答很多人提出的 但在整个约伯伯伯 甚至在38章到41章 我们看到 这个上帝显出 他自己的伟大 将他的伟大力量知识 和特别是他爱 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不知道这一切 再相比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无论是痛苦与快乐 我们还可以在神面前 说些什么 我相信我们的痛苦是真实的 我们在生命里面 很多的questioned mark 很多的疑问 很多的疑问 都是真实的 但我想让我们知道 上帝对我们的爱更加真实 在约翰一书 四章七至十节 请你回去自己看 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深层的爱 其实是比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答案更加好 更加适合我们 我相信这首诗歌的作者 在伦敦那一个孤独的晚上 他所经历的 今天他这首的诗歌 就好像一个祈祷一样 去让我们去体悟 让我们经历 让我们拥抱 原意大家都在网上 试试找不找到我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里面 是见到很多个海洋 很多澎湃的海洋 很多的大海洋的壮阔 都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原来我们都被神的爱触摸摸 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